字幕作词 李宗盛 字幕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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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谈一个很轻松的题目 但其实也不是,只是很贴近这个事情 我们谈谈最近在香港戏院上拍的一套动画 叫做《天气之子》 《天气之子》是新海城的作品 我和Kelvin都看了 周显大师只看了上一套《你的名字》 但为什么你会去看《你的名字》 看《你的名字》也不可以 不要问为什么 可以回答可以不回答 为什么你会去看《天气之子》? 你不是喜欢看这些类型作品 不是,我挺喜欢看电影 你也看动画 公其进也有看 但上次《你的名字》因为不在香港 所以没有看 这个题目是起初 其实我已经打算写一篇文章 但Kelvin已经出来说了 不如你讲一下 不如我简单说一说《天气之子》 《天气之子》 其实我自己觉得 有点是《你的名字》的感觉 首先 如果你有看以前《新海城》的作品 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批评《新海城》这一套《天气之子》 为什么这一套有头没头没尾 有些内容写得不深刻 明明是有点说环保 他又不详细去说 又不去解释 例如《男主角》为何离家出走 你又不去说 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有没有看过以前《新海城》的作品 以前《新海城》的作品 就是没有头没尾 就是很多东西都不深究 就像王家慧所说的感觉 即是你刚才感觉 那种很postmodern的感觉 其实就是他真真正正的主流 我再说 日本 其实日本很多电视都是这样 你不认为日本很多电视 日本日剧、日戏 是有另一种感觉 他不是在玩 你一定要对日本整个感觉 你是日本专家 你听我不同的事情 记住反对 日本整个感觉是这样 日本不是讲话 他讲话很短 日本的非剧 他跟私人不同 私人是这样讲的故事 日本就是17个音 而这17个音 只是讲一个feel 可能雨中滴下来的露水 OK就这样 你就要去思维其他东西 整个日本文化 日剧整个节奏 是跟所有日剧、日戏 跟所有其他荷里活 是不同的 这个同来也是 但《新海城》 跟我们小时候看大的《龚旗进》 又是不同的 但为什么《李的名字》会受欢迎 因为《李的名字》 是他的作品 最似《龚旗进》 故事比较完整 剧情是比较主流 以及结局是很happy ending 其实以前《新海城》的作品 大多数都是一个set end 这是基本上它的signature 所以《新海城》的《李的名字》 贴近不了我们今天想说的主题 其实就是说的女性 故事是很现实的 就是说男主角尼家出走去到东京 然后发觉没有人请他 因为他没有学生证明 没有一些身份证明 原来他在大城市很难找工 然后发觉你在大城市 是连吃饭也有问题的 不要说住人 吃饱也很有问题 就是那种很被边缘化的 那种年轻人被社会边缘化的剧情 然后又说女主角被人解除了 因为他妈妈死了 然后跟他弟弟相咽为名 而是连生活也有问题 很现实的 但是突然间 他的故事就超自然了 就说女生原来有特殊能力 就是可以透过祈祷 就可以令到一段时间出太阳 其实他就是想说日本很出名的梅雨季 因为日本在梅雨季每天都下雨 他就说他有特殊能力 可以令到天气突然间变晴朗 当然了 于是就变成了他的兼职 周围去帮别人做祈祷 令到不同的地方 或者不同的 event 可以有晴天 但是慢慢就发觉 原来他有一个side effect side effect 就是会令到他 首先天气会越来越恶化 因为你经常都祈祷 结果你不祈祷的时候 雨落得越来越严重 第二就是他会消失 但是如果他完全消失的话 日本就会变回天情 整套电影的高潮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那几个又回到一个很现实的世界 就是那些警察要逮捕他们 因为那个男孩是离家出走的 那个女孩就是没有家长抚养之下 他不可以跟他弟弟相依为名 他弟弟要送到儿童院 这是很现实的 所以警察就不停去追他们 另外一件事他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 女孩就发觉自己要消失了 才可以令到东京回复天情 结果他就要面临一个抉择 就是男主角究竟要救女主角 令到东京毁灭 或者是他不够的女主角 可以令到东京天情 那为什么一定要说结局呢 就因为Kelvin 其实我自己也是 我也是很喜欢这个结局 因为结局就是说什么呢 东京毁灭了 关我什么差事 东京跟女主角相比 当然是女主角重要 这种跟我们那些很人民精神的 我们为了讲大局 我们要牺牲 或者日本好集体主义 是完全相反 你想想和你的名字就是相反 我必须要找女主角 就是要救回城市 他不是的 他今次要找女主角 我要摧毁城市 而且他最后说的一件事 我觉得是很触碰的 就是东京就是靠填海填回来的 200年前的东京都是湿泪泪的 都是一个海滩 现在有什么问题呢 最后我再给Kelvin讲一讲 他有几个主题 第一就是由一群很成熟的女孩 去照顾一群很幼稚的男孩 即是无论是男主角 男配角是个大人 其实这里看到他们的想法很幼稚 然后就是那些女主角 或者女配角去照顾他们 第二就是年轻人被社会边缘化 就是控诉化 现在年轻人在大城市 不能立足 即使大城市很繁华 原来都是没有地方可以来的 警察是坏人 警察去追捕这些被社会边缘化的人 然后到最后就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冲突 就是我是不是要为了东京 我要牺牲我自己 这些都是 你又发觉如何 是很接近我们现在香港 尤其今天我们录音的时候 就是落大雨 就是那种天气之之的感觉 为什么我觉得 现在看这部电影很有感觉 原因就是这样 还有些小位 都翻译了很多剧头 都可以提一下 你可能刚才提不到 譬如说女主角 为什么会无端端想起 她原本没有 她原本打算去做缓交 都没有所谓 她因为喜欢了个男孩 才问她 你想不想天气康复 就算她的出发如何 都是因为为了个小孩 不是为了拯救地球 才去想去拯救地球 如果个小孩说想拯救地球 那就会轻生自己 首先是这样 第二件事 刚才你说是个女孩 去帮男孩想 我們時候想起,是更加會是同情,或者是更加會是那個心拿著的 原來有一個位置就說,原來那個女生一直都扮是比她大 原來其實那個女生知道她實際年齡的時候,她是比她還小的男生 那男生就更加很內疚,她原本是想著自己的時候 她應該要照顧那些年紀的人,但比她還沒所謂 她已經不夠走得前了 我補出一句,日本人是很注重那個輩分的 因為你看日本電視節目,她出來一定說你多少歲 所以她這個人是很重要的 所以她裏面就是,因為那個弟弟雖然是小學生 但他追求你很厲害,她就叫那個小孩做Send-Buy 這個其實是日本人才明白的Gag 就是明明她比你年輕,為什麼你還要叫她做前輩呢 這個背份那種Gag,是一種很反傳統,反階級身份的想法 就算在這個小孩的群組裡面,都是個比較小的 去啟發到個大小小的,去做一些他們的圈子裡面 認為是值得做的 即是年紀小的,去啟發年紀大的 究竟是你的人生目標,或者你的生命 女主角啟發過男孩,然後去到東京的時候 有一個東京的人去接濟她 那個之前也是跟她差不多的狀態 都是離吉祖走去的 但她長大了之後已經忘記了 即是洗滑了一點點 到後來才... 很多人都很現實的,我們不如自首算吧 不要再搞那麼多事 對,她是到那一刻被警察迫她才醒醒 即是覺得要幫回你的小孩 那電影裡面,都不全剃透了所有 很多的小孩都很值得人去深思 所以這套東西,其實她起初是劣平的 因為你看到大人是很不高興的 因為她說你大人那種很現實,很成熟的想法 其實才是最幼稚 因為你沒有想過你以前小時候是想怎樣的 那小孩子就說天氣是這樣的 我現在來到東京就是這樣的 我沒有享受過東京是曾經很煩的 你不要跟我東京有什麼好處 我自己就是沒試過 我現在的東京就是這樣的 那我幹嘛要幫你的大人 恢復你以前年輕的時候 或是上幾代的時候很煩人的事情 我寧願抱著女兒一起去 在這個我們開心的生存 這個廢墟的生存就好了 有兩件事我想說 第一件事就是我作為金師太 這就是我的狀況 你們說你們搞那麼多藍絲 搞那麼多做什麼 你妨礙著我的生存期 你妨礙著我的生存期 我其實不是因為意識民進化論 不是愛國愛港 不是愛國愛國問題 而我真的只是看自己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日本拍這套事 很講出香港人的心情 其實不是 其實這不是香港人獨特現象 其實現在全地球都是這樣 其實香港人我們經常說 我們香港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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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可不可以把那件事 全球化 正如沈旭暉經常都說 全球化一點 其實我們現在面對著 大家很不滿 什麼的現象 其實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 就算是美國 也會有英國 也會有大家 也會有那些人進來 甚至是整個歐洲 這個世界地球很危險 是一個地球性的現象 不只是香港 香港也有香港問題 香港那件事 因為有很多內地人在 這樣的時候 就會加強化了 但是我們不要以為 香港的現象是特殊的 如果不是法國 不會有黃匯心 或者不會有其他歐洲 或者有那麼多的問題 這個社會問題 這個貧富懸殊問題 這個 想不到愛後生 有錢人想不到愛後生 有錢人脫掉窮人問題 但是全世界都有的 香港之外的問題 全世界都沒有 大家未必有那麼多 就是整個歐洲的問題 除此之外 我覺得這個思想 而老人家 不能夠明白 下一代的 也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你的大人搞什麼鬼 剛才年輕的人 那些大人搞什麼 我們那些老餅搞什麼鬼 你都不明白 他們的心態 都不明白他們的心態 嘩 就是這樣 都不明白我們的心態 所以我覺得會這樣 所以總括來說 這套東西 其實我看的時候 內疚 這家漁火魚逃 這個抗爭運動 是不是真的應該娛樂呢 然後我就想想 其實香港不是很悲哀 原來你娛樂 或者你去消遣一些東西 可能你都會覺得 其實現在不是適合的 還有就是一件事 我覺得很鼓勵大家 特別是AM730的讀者去看 因為你們可能很多都是年紀比較大 事業有成 你要了解一下 為什麼這套東西 最初是劣平如潮呢 我就會開始明白 因為他說的那件事 很多都是年紀大了 或者你的經濟有些能力的人 是會很看不順眼的 因為他就是說什麼 你記不記得 呂佩國和那個男人說 你有股脊 你有些老人臭 口心你就不要黏在我身上 這種衝擊 當然這是全球性的現象 但是我們現在香港特別感受得深 所以我都推薦大家去看 好這集就到這裡